大家好我是队长 欢迎收看本期队长一周大事 过去一周美满圈可谓是喜悠参半 漫威洛基二刚完结封神 但却传输了斗森和废奇退出漫威的消息 此外 漫威8部新作档期曝光 DC这边 海王2内地定档 还有这一年盟新作发布 那话不多说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 本期的一周大事吧 就在上周 好莱坞演员工会罢工终于结束 许多新作也都重新恢复制作 而漫威影业索尼西亚的漫威电影也都宣布了全新的档期 共计8部电影新作 而且在明年只有一部MCU电影上映 具体的档期如下 索尼 蜘蛛夫人 2024年2月16日 提到2024年2月14日 该剧全由女性组成 达克塔 约翰逊 西德尼 斯维尼主演 将会引出蜘蛛夫人 以及二代蜘蛛女侠 朱尼亚 卡彭特 此前官方称 本作将开启索尼的多元宇宙 而且电影的首支预告 也将在本周放出 漫威《死事3》2024年5月3日 延期到2024年7月26日 由于罢工前定一只拍摄了一半 并且剧本在罢工期间还进行了修改 为保证质量 电影延后两个月 而且在漫威电影大规模改党后 《死事3》将会变成24年上映的 唯一一部MCU电影 并且由于依旧是二级 所以应该是和内地院线无缘了 索尼 猎人 可莱文 2023年10月6日 延期到2024年8月30日 原定今年10月上映 但由于好莱坞罢工 导致电影职业延期将近一年 同样也是无缘大路 索尼 独夜3 2024年7月12日 延期到2024年11月8日 该系列的完结之作 唐老师联合编剧 邀请了奇异博士 莫渡的扮演者 切瓦特·埃加福加盟 实演本作的反派 漫威《美国登场4》 《美丽新世界》 2024年7月26日 延期到2025年2月14日 根据知名的娱乐记者透露 《美对4》前段时间举行的内部适应 反响相当的糟糕 其中至少有三部重要场景 被评价为不合格 将会被剪掉或者重新拍摄 预计大约会持续半年左右 据悉 这次整改依旧由废奇牵头 而这也是废奇回归漫威全体中心后 改动的第四部作品 之前的《夜魔侠》 《回声》 《刀锋战士》 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 虽然《美对4》 比起《金队2》稍微好一些 但是由于《美对4》的剧本和早期的制作 这段时间的重拍了 《漫威神经四侠》 2025年5月2日 档期未变 根据传闻 电影的选角已经完成 将在近期公布 据悉 《神经四侠》的故事发生在另外一个宇宙 《神经四侠》是那个宇宙唯一的超级英雄队伍 反派是情形吞噬者和银色滑翔者 《漫威雷天通工队》 2024年12月20日 延期到2025年7月25日 比起《美对4》的情况也好很多 虽然剧本已经完成 但是还没有开始拍摄 假如需要修改的话 难度也会相对较小 不过电影延期到了《神经四侠》之后 这就意味着 《雷霆特工队》不再是第五阶段的收官制作 而是被纳入第六阶段 《美国队长4》 反而成为了第五阶段的最后一部电影 漫威《刀锋战士》 2025年2月14日 延期到2025年11月7日 在经历了《数轮重写》后 依旧无法让主演马克莎拉·阿尼满意 甚至让后者产生了想要退出的想法 外星的是 《飞机集》是出手干预 开出了所有的编剧 转而聘请了《金刚能3》的编剧 麦克尔·格林撰写剧本 而预算限制在1亿美元 并且定级为二级 目的是希望拍摄一部 以故事为导向的个人电影 在《经济队长2》和《洛奇2》完结后 许多粉丝的感叹于 今天没有漫威看了 但实际上 漫威动画剧集 无限可能假如了第二季 在上车确认 将在今年圣诞节期间播出 大概率会狙击DC 和《海王2》同一天播出 而大家喜爱的 奥美《印尼莎白·奥尔森》 也将回归 为《红女巫》旺达再度配音 在最新的访谈节目中 洛奇的扮演者斗森暗示 他扮演洛奇这个角色 已经14年了 洛奇的大结局 也是他14年人生的一次终结 暗示他将就此退出漫威 原片段如下 虽然斗森在节目中这样说 但是根据知名的帮助账号透露 目前漫威虽然没有拍摄 洛奇3的规划 但是斗森还是会在 未来的MCU中回归 并且 洛奇2的制片人 凯文·赖特曾经表示 漫威内部正努力让 洛奇和雷神再度相遇 而且之前还有爆料称 洛奇会在《赴年6》中 客串登场 因此我们不难猜测 在未来 洛奇还会再次现身 虽然可能不会是主要角色 始终以洛奇现在的身份和责任 也应该不会允许他 离开王座前往时间线 因此后续大概率 只是简单的客串 不过相信许多粉丝都会很好奇 等到雷神再度见到洛奇的时候 看到曾经死去的兄弟 居然摇身一变 变成多元宇宙的守护者 会是一副怎样的神情 而且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疑问啊 那就是在雷神4的结局里面 死去的剑和海姆达尔 都进入到了瓦尔哈拉 那么在《赴年3》中 死去的洛奇是否也在呢 未来是否也会回归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不就意味着 在如今的漫威宇宙里面 同时存在了两个洛奇 那对于垂哥而言 这不就是双倍的弟弟 双倍的快乐吗 根据知名的帮料账号透露 漫威总裁凯恩费奇 正在考虑拍摄完 《复仇者联盟6秘密战争》后 退出漫威 并接手管理星球大战的运营 这里就不用我多说了嘛 相信大家都明白 费奇对于漫威的重要性 从最初建立MCU 到耕耘10年 缔造了业界传奇 可以说漫威电影宇宙的成功 离不开费奇的功劳 而当费奇离开决策中心后 所带来的第四阶段 又是怎样的光景 相信所有人也都有目共睹 而当费奇回来后 费奇对于迷难不堪的漫威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其中就包括 改革剧集的制作模式 凭用专业的剧集制作人 对回声重新剪辑 将东风战士夜魔侠推倒重作 那里每对次重新拍摄 更改死士3的剧本 让故事重新聚焦于死士和金刚狼身上 而非继续拓展多元宇宙等等 虽然以上提到的这些 暂时还看不到成果 但比起第四阶段阿龙索时期的倒行逆势 至少观众能从费奇身上看到希望 最起码能够感受到 漫威在重视观众们的感受 而非一味的迎合政治正确 不过换句话来说 虽然费奇的离开 对于漫威而言意味着灾难 但是对于星战IP 却是一个很好的事 此前漫威第四阶段的时候 费奇曾接管过一段时间的星战项目 期间推出的曼达洛人大受好评 而费奇本人也承认 他是星战系列的粉丝 在星战的管理期间 还曾酝酿过一部星球大战电影 但很可惜 直到他离开到回归漫威 都没有成功拍摄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 费奇毫无疑问是一位有能力的管理者 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 不论是漫威还是星球大战 在费奇的手中都能有声有色 因此假如费奇最终真的还是离开漫威 转投星战 那对于星战粉丝而言 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吧 在最新上映的惊奇队长2中 惊奇队长和女武生曾有过一段亲密的互动 让许多观众想如飞飞 粉丝们都在好奇 这是否实在暗示 两个在电影中是同性情侣 早在2019年的SDCC上 泰莎汤姆森就曾表示 女武生在雷神斯爱与雷霆中 会寻找她的女王 虽然最终在电影里面 没有展现任何的场景 但是粉丝们依旧猜测 惊奇队长会是女武生恋人的有孽候选者 从惊奇队长的IP逆向开始 漫威似乎都在刻意地营造 精队的女权人设 并伴随着时间的发展 还让部分粉丝认为 精队很可能是一位LGBTQ家人士 因此纷纷期待在精队2中 能够见到精队掌握自己的性向 以及和某个女性角色的浪漫情节 在精队2中 精队为了帮助斯库鲁难民 她向女武神求助 将逃难的斯库鲁人全部送去了地球 啊对 斯库鲁人又又又又被忽悠去了地球 看来漫威是真的很想拍秘密入侵2了呀 而当精队和女武神见面时 两人拥抱在一起 精力地称呼对方 然后牵手 并且女武神还亲吻了精队的脸颊 这起系列的动作 似乎都在暗示 两人处于恋爱关系 而在两位演员的采访中 也证实了粉丝们的猜想 精队的扮演者 布里拉尔森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 他永远都会喜欢这段关系 而女武神的扮演者 泰莎·汤姆森则表示 他很喜欢这两个角色浪漫地在一起 由此可见 精队还真就是女武神的爱人 但由于 漫威想要电影在全球尽可能多的区域上映 因此简化了两人的关系表现 就像黑豹2 只保留了安内卡和阿犹的亲吻额头 以及在部分地区 山点的蚁人3LGBTQ旗帜等等 不过呢 鉴于精队2优秀的票房表现 这段感情呢 会约也就此无解而终了 此时三的主演 瑞安·雷洛兹发文确认 此时狗将在影片中登场 瑞安写道 狗狗拯救了世界绝对不可能 但它很可能会成为 迪士尼包容玩具部门的噩梦 早在之前就有爆料称 此时的许多变体会在电影中登场 漫画中 此时狗来自于103173宇宙 它原本只是一只测试睫毛膏的实验狗 但由于睫毛膏内含神秘化学成分 不仅将此时狗毁容 而且还让它拥有了自愈的能力 在之后的故事中 此时狗由此时亲自招募 成为了此时军堂的一员 此外 在罢工期间 死时3的剧本遭到了修改 知名爆料账号 发布到死时3修改后的全新剧透 以下为详细的内容 死时3发生在洛基尔大结局之后 TVA发现了康之议会 并且即将掀起一场全新的多元宇宙战争 为此 TVA决定组建一支由多元宇宙英雄组成的军队 一同对抗康之议会 在死时3的新剧本中 一位名叫贝伦先生的新角色 取得了莫比乌斯的戏份 成为了特派员去招募金刚狼 爆料特别提到 莫比乌斯并没有就此推出MCU 只是可能碍于洛基尔的结局 莫比乌斯说想要休息一段时间 所以漫威索先就给老莫放个假 在复年5或者复年6中 莫比乌斯确定还会回归 另外关于这位贝伦先生 在漫画中 他和OB莫比乌斯一样 都是TVA的员工之一 漫画之所以要更换角色 我个人猜测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这位贝伦先生 很可能会在剧情中死去 考虑到莫比乌斯的高人气 和漫威就想通过更换一个角色 由此保住莫比乌斯一命 然后我们说回剧透 在贝伦先生招募金刚狼的同时 死士因为在死士2中 扰乱了时间线 被TVA逮捕 并关进了监狱 但是当死士听说 金刚狼被TVA招募后 就自己逃了出来 而且还把金刚狼也带走了 而理由相当的扯淡 因为他想和金刚狼 成为最好的朋友 目前这个爆料 还没有得到其他媒体的证实 因此我们就姑且当看个乐 我个人认为 死士这个东京理由 有些过于儿戏了 如果拍出来的话 感觉会被吐槽 对此各位怎么看呢 DCEU的最后一部电影 也是今年的最后一部超音电影 海王2失落王国 大陆档期宣布 将在12月20日上映 比北美还要提前两天 而且导演温子仁在上周确认 除了黑服分外 电影还将出现 另外一位全新的反派 那就是由印第亚摩尔 饰演的鲨鱼人卡尔松 温子仁表示 这个角色和漫画有些不同 他说 和漫画不同 卡尔松不是纯粹的鲨鱼 既然亚瑟是亚特兰蒂斯的新国王 我想到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正局中 给他设置一些障碍 卡尔松来自高级议会 对亚瑟而言是一个政敌 漫画中 卡尔松原本是一只普通的鲨鱼 初次登场于1963年的 绿灯侠漫画24卷 因为辐射击中 变成了人形鲨鱼 拥有心灵感应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 鲨鱼人在漫画中 虽然也是反派 也曾加入过自杀小队 但是需要区分的是 鲨鱼人和鲨鱼王 并不是一个角色 后者是鲨鱼神的后代 而鲨鱼人 则是从普通的鲨鱼 变异而来的 温子仁还确认 海王2包括恐怖元素 这下恐怖片爱好者有福了 另外DC还宣布了 全新的正义联盟 无限地球危机1 动画电影 将在2024年1月上映 是DC明日宇宙的 第11部作品 故事紧接正义联盟 战争世界 电影时长93分钟 也是明日宇宙中 最长的动画电影 并且官方也宣布了 将在电影中登场的 10名英雄 这次的阵容十分的豪华 包括蝙蝠侠 神奇女侠 想念侠 绿灯侠 超人 绿剑侠 火星猎人 暴女 终极人 夜宵 超女王 不过当然了 明日宇宙是什么尿性 建议看过的粉丝 应该懂的都懂 作为彻底贯彻 以实物为准的DC动画 新宇宙 基本上每一部 都会让粉丝们失望 所以这次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还是会出意外的 虽然看似翻拍了 经典大事件 无限地球危机 而且还搬出了 地球三的犯罪心底家 但是电影的品质如何 我还真就不敢保证 只能希望 这部电影的经费 能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带来更多的打戏 而非幻灯片吧 那以上就 本期《一桌大师》的所有内容 大家如果觉得还行 还请一箭三连 我是队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